推荐经典 收藏回忆 欢迎来到Gail Game藏经阁 我是John 1995年 Elf推出了那个让自己登上 业界巅峰的神作 同级生二 我这里演示的是 97年的Windows版本 时光倒转回 1996年的一个深夜 我在漆黑的机房里报夜 周围已经没有几个人了 我百无聊赖的 打开DOS界面 无意中找到一个 叫做南帕2的文件夹 心说反正没事 打开看看吧 我怎么也没想到 就这一打开 从此打开了我 Gail Game的人生不归路 有多少小伙伴 也是这个游戏 入坑Gail Game的 弹幕打个1 告诉我 这个台湾欢乐和汉化的 DOS版同级生二 第一眼感觉 就是画面 比同期其他Gail Game 精美细致的多 但是一开始 我并没有感觉到 有太多的与众不同之处 仍然是传统的对话模式 线性的校园流程 只不过看到那么多漂亮的妹妹 真的是新娘奶奶啊 就等着收到勤来吧 等我玩了半天才发现 我操 这只是个序章 序章啊 序章一结束 传统的对话模式 马上就变成了鼠标 Search回馈系统 然后一下子把我丢到了 巴巴亭 茫茫人海的大地图中 没有任何提示 我瞬间就懵逼了 你这个游戏 怎么不按套路出牌啊 这种Gail Game 不是说好的 都是几个选择项 就可以搞定美眉的吗 结果忙了一夜 我喜欢的明泽为 邻居同机生 谁也有美 一个也没追到 反倒是路上 偶然邂逅的 田中美莎 凑巧成功了 等到天色未明 我走出机房的时候 竟然有了一种 人生 谈了第一次恋爱的 奇妙感觉 这种感觉非常深刻 让我至今难忘 这并不是我第一次 接触学生校园的恋爱游戏 比如前一段机房里 很流行的SFC游戏 Konami的心跳回忆 开机时候 经常会听到 藤奇诗之 很温柔的一句 Ohayo 我们当时完全不懂日文 旁边的老鸟大哥们 很轻蔑地看着我们说 这都不懂 他说的意思是 我还要 我们面面相去 心里特别探浮 大哥就是懂得多啊 其实说穿了 心跳回忆就是个 数值养成型游戏 你只要学习 运动 融资 各项数值 能满足他们的要求 基本都是手到擒来 而这个同级生二 实在太奇怪了 等我第二次 再去通这个游戏的时候 忙了一夜 看着游美一天天脸色难看下去满怀心事 看着明泽为最后跟西域四跑了 最后一个妹子也没追到 真是急得热锅上蚂蚁一样啊 同级生二的难度是远超当时Gail Game的 而且当时因为没有互联网 做不到攻略分享 全靠你自己琢磨 所以这游戏在当时机房里是没有人钻研的 机房当时主流都是红警 仙剑 英雄无敌 同级生二我全通关 是我在珠江路买光碟时 遇到一个Gail Game爱好者 他订购了一本HK发行的全彩业游戏杂志 叫H-Game集中营 那本杂志上的同级生二攻略 是我至今见过最好的 等我通完同级生二 已经是我初见这个游戏两年多以后的事了 亏见全貌以后 真的拍案叫绝 毫不夸张的说 在同期Gail Game里 同级生二就是毫无争议的 合理机群 还记得我一直强调的 鼠标色系统吗 这真不是一个摆设 你不会用这个系统 甚至都没办法发现 医院里有个住院的妹子 山本英子 这个人物在中国玩家心目中 人气相当高 很多人都为他落泪 而制作人的恶趣味也无处不在 比如那个深夜里 满街乱跑的愤怒的爷子 还有为了追踪都注烧江的行踪 要让我们去问会说话的数 于是一大票玩家把88顶能看到的每一棵树都点击了一遍 同级生二无论在日本还是中国 这个粉丝群体真是太大了 松上所述 同级生二我给92分 也许在今天看来二十多年前的画面已经稍显过时 但是本作在同时代中简直是Gail Game里圣杯一样的存在 各种开创型的玩法 每个人深刻的情感刻画 对玩家的触动把控的恰到好处 让你实实在在的体会到什么是恋爱的感觉 这一份感动很难有其他游戏可以超越 当我这么多年后在回过头看这个游戏的时候 默然发现那些曾经懵懂茫然无措 对未来一无所知却用满怀期待 在88顶闲逛把妹的日子才是真正的美好 如果您喜欢这个节目 请一定要点击订阅打开小铃铛给一个三连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